经过1月的春节假期跟228假期之后 很多人到现在才真正有回魂的感觉 因为假期还放太多了 所以在这样的特别的时节底下呢 开始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网路上读到 它运用创意发展很多可能性的一个真实案例 给大家当作是一个好的起点 在3月1号的这个时候 这个案例是这样子哦 它是发生在1990年 在德国柏林 它有一场很有意思的拍卖会 它拍卖的不是艺术品 而是公共厕所的经营权 在那个时候它没什么竞争者 很多企业它都不看好公厕市场 因为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但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有个家伙叫汉斯瓦尔 他反其道而行 他跟政府积极的争取这样的机会 他请政府把厕所包给他 他感接而且承诺免费提供给这些使用者 汉斯瓦尔是瓦尔公司的创始人 大家给他一个外号叫厕所大王 他一辈子都跟厕所打交道 他这样的决定在那个时候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大家呢帮瓦尔算了一笔账 这个账上面怎么算呢 如果每个人每次使用 用0.5欧元来计算的话 单单一个柏林市 他每年就要赔掉100万欧元 而且呢 德国政府对于公厕的一个规定是怎么样呢 大家听听看哦 德国政府的规定是 如果在繁华的地段 每隔500公尺就要有一座公厕 一般的道路 每隔1000公尺要有一座公厕 其他的地区 每平方公里要有两到三座公厕 而整个城市拥有的公厕率 大概以人口比率来说 大概每500到1000人要有一座公厕 这么严苛的条件 其实没有人想接 而且如果按照一般做生意的逻辑的话 这一笔买卖必赔无疑啊 可是让人很意外的是 瓦尔他并没有破产 而且呢 他还透过这笔生意 年入3000万欧元 他怎么做到的呢 我想你一定很好奇 更令人意外的是 他免费建了数以万计的公厕 而且还免费对市民开放 所以你一定会想 他到底跟谁收钱 瓦尔从一刚开始 就没有想过 要跟使用者 也就是这些市民收费 他所赚的是厕所里面的广告费 我想回到你我身上 我们出门在外 厕所其实是一个必需品 然而这样的必需品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可能能做到干净就已经很好了 那他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创造出一个营运规模呢 回到瓦尔身上 他要赚广告费 那么就要先创造广告主有意愿付钱给他的动机 所以呢 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设计他的厕所 他聘请了日本啊 意大利啊这些专业的设计师 保证每一座公厕的主题都不一样 而且趣味性十足 尤其是男性的公厕 他结合了动漫模特儿等等的元素 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在厕所里面待久一点 那既然要让大家待久一点 那么厕所的环境整洁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呢 他建立了清洁团队 以每天三次的频率不断的检查 有问题就立刻整修 随时保持公厕的清洁 而且让大家还有赏心悦目的感觉 另外他也在配备的部分做很大的升级 比如说像自动清洁装饰啊 为的就是防止有人 记得来冲冲 但是却忘记了去冲冲 可是回头想一想 其实这些的每一个动作 不管是请设计师啊 配备的升级还有清洁 这些都会大幅的增加很多的成本费用 所以呢 瓦尔的公司一度陷入了财务危机 只是瓦尔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他还是很坚持他的方向 所以呢 该做的一样都不可以少 于是呢 在不久之后看到了一些成效 因为他的公厕呢 太受到大家的欢迎 所以人流量越来越多 有些人还不是为了去上厕所 而是去参观 你想想看 他简直是把公厕当一郎在经营了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现象 就引起了很多品牌商的一个重视 他们找瓦尔合作 表示他们想要付广告预算给瓦尔 这样的效应甚至于延伸到 瓦尔有些还没有完工的公厕 已经先被别人预定先包下来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良心循环吸引到像香奈尔啊 苹果啊 这些国际大品牌 来跟他合作 瓦尔的公司还一度被评选成为 德国最有创意的公司 他让公司可以好好的营运下去之后 他把创意的眼光除了营运模式广告的部分之外 他甚至于延伸到厕所里面的摆饰 像是呢 卫生纸啊 上面有数读的游戏 然后呢 卫生纸上面也甚至于可以印一些文学啊 画漫画等等的 总而言之 他就是让所有去上厕所的人都愿意在里面待久一点 因为待久一点的这个动机 对于广告商来说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所以回到待久一点的思维 他甚至于在厕所外面安装了公共电话 可以让人方便联络其他人 而且他还可以向电信商收费用 再来 公厕是一个固定的配置 公厕附近有些餐馆 有些商店 他还跟这些餐馆跟商店合作 比如说上厕所送优惠券 让他的企业跟在地的这些商家 成为一个互蒙其力的一个利益共同体 所以我反过来邀请大家想一下 如果今天有人把同样的一笔买卖放到你手上 你会想到公厕会有怎样的营运模式吗? 当我们回到最传统就像小时候 一个人来上厕所付五块 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不仅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营运规模 甚至于随着社会的进步 便利性的提高之后 这样子是根本没有竞争力的 但是同样的机会 同样的资源放到瓦尔手上 他不仅让使用者用得赏心悦目 他还让他自己的公司创造出一个崭新 而且是几乎没有竞争者的营运模式 因为他的成功不仅吸引到广告组 不仅吸引到使用者 甚至于德国的政府 像是柏林市长 还特别亲自向他制鞋 因为在他的协助之下 他保留了19世纪柏林 有一个被人称为 阿赫台客咖啡馆的公厕 虽然他拿出10万欧元重建修福 但是他的广告效益和社会认同 何止超过10万欧元的价值 所以在我读完这个案例之后 我曾经写下过两句话 在前一阵子我也在脸书上 曾经分享过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就是 机会从来不是在喧哗里萌芽 而宝藏往往埋在人烟稀薄之处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的 并不是大家都想得出来的 好机会好买卖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 怎么样在平凡之处 甚至于众人不看好的地方 找到自己的机会 因为你能够从那里站起来 当你站起来之后 也不会有任何的竞争者 就跟蓝海策略是一样的概念 我是凯宇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请在影片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后我听过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 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宝藏 我们需要的是去挖掘 自己这一座宝藏的能力 所以财富不假外求 机会也更不是在你以外的地方 一个圆满成功的人生 往往必须先从认识自己开始 所以很多人花很大的努力 在认识自己这方面的功课 可是认识自己的目的 是让我们在真实世界里 适应得更好 而不只是情绪上的安慰而已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在6月13号开课的 CIA通达力课程 它会以认识自己为基础 让你能够有效的衍生出 你怎么样适应这个世界 怎么跟他人的互动 怎么样重建自己的 关系模式跟思维模式 的一门量身定做的教练课程 详细的资讯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搜寻得到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